就是先用那个定义名称的方式 所以定义名称记得从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 当然你定义好之后名称管理员都会出现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你都可以在这边做编辑 或重新选取一个新的范围 这个定义名称很重要 因为将来如果你懂得利用定义名称的话 我觉得可以让整个像VBA 就会变得比较清爽一点 你直接丢公式就完成了 另外的话你配合F3 我觉得在作业上也蛮方便的 公式基本上就会比之前你用那个范围 什么那个你的工作表的那个名称 我觉得可阅读性也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如果你对这份不熟的同学 或许可以试着把这边再会了解 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有多个栏位 同时要把它这个定义名称的话 比如说像那个号码一直到排名这几个栏位 同时要定义成上面名称 你可以从选举范围建立 这边有个顶段列 那这个方法也还蛮常用到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多多熟悉 熟悉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丢公式 所以最后做完之后也可以利用VBA直接丢过来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基本上城市一行都不用改 直接你写一个回圈 再跟他讲说哪一个储存格的哪一列哪一栏 那就把公式贴过去 这样子只要贴看有几栏 你就直接整个工作表马上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说 因为它里面都是放公式 所以可能会造成你的档案会变大 效率变差的问题 所以后面我有补充一个 就是直接把丢公式改成 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的方法 所以丢过来东西 这个有写 就不会是最后的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至于怎么写 我云端上面有放参考的答案 请各位自行在参考 另外顺便有补充一个叫with with 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然后endwith 以后的话开头只要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就不用了 你只要有个点就可以了 表示说那个点 其实就是上面那个物件的名称 这种写法不是只有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其他都可以这样做的 只要你那个物件是底下每一个地方都会出现的话 那你可以用with来做 这个部分我又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就这个 所以你会把with 把它mark一下 到endwith 那基本上以后就留一个点就可以了 点实际上就是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如果少了这个之后 感觉好像就真的比较清爽一点 不然的话一直一堆 不过我觉得引用那个就是ecell的那个里面内部的函数 真的要把这一串记下来真的也不容易 不过你我讲过啦 你不用死去背整个啦 你就背application这个物件名称 电 电 WO后面就自动带出来 你用选的就好 那这个application我前面讲过 实际上就是指ecell ecell就application ok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后面还有讲到有关格式化 有清除格式化 程式就五行 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 加做什么事 ok 所以程式就这样 然后清除的话 就不用 只要回圈 不用逻辑 反正全部都改回来 最后的话把资料带过来 那实际上就是把找到这个资料 复制一份到这里 所以把这个写在后面前后前面加个等号 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那个sales2列的f 那2的话因为初始值是2 后面会变3的话 那你可以在开头的第一行写k等于2 初始值 k等于2意思是说 我要从第二列开始 开始放 ok 所以以后也无法泡资 然后底下的话 每找到一个就加1 所以k等于k加1 这个后面还会蛮多地方用得到 也就是以后常常我们要做一些资料 然后要把资料比如报表一直往下放资料 你也可以k从哪个列开始放 然后只要找到一个就往下放 就k等于k加1 好这一招呢 很多地方都会用上 我记得好像会常常 反正这一招用到的几率还蛮高的 如法泡资一下 所以变化的地方还蛮多的 所以后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大概就先到这里 后面我们就要进到第5个单元 检视与参照 那检视与参照的话 请各位 也许大概一般 最常被用到就VIRT函数 不过我觉得 不是只有VIRT函数而已 其实呢 在那个Excel里面 有更多的函数 也是可以帮你做查询 甚至呢 有些地方 内部内建的函数呢 没办法帮你做正确的查询 有时候干脆写VBA 有时候甚至更快 我后面会举一些例子 有时候找资料 反而你就是直接用VBA里面的回圈 逐一的回圈配合IF 逻辑比对 其实也类似就是VIRT函数的功能 但VIRT函数它只能找第一栏 或者是说它有一些条 有一些限制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干脆写VBA还比较快 比如说哪一题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开启那个像325、326 325的话实际上 你用VIRT函数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325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做完的结果 这个是来源 也就是将来请你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先删掉 然后呢 请你帮我重做一遍 看一下Ctrl Z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吧 前面冒号前面都不要 这个放这里 这个放这里 这个后面都会放 所以它规律是 纵向的四个资料 放在横向四个资料 有没有 在纵向四个 放横向四个 直到放完为止 然后并且把前面冒号的东西 帮我删除掉 OK 这个的话 用V路函数 应该是办不到的 对 好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你打开之后 请你把它delete掉 想想看 也没有办法 OK 如果没有办法呢 你也只能有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土法链钢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那当然你永远做不完 事情 所以一定要想 出一个快速方法 你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而且下一次也很快可以解决 最好是一个按钮按下去 或者写一个VBA的函数 那也可以很快完成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H可以想想想 325 OK 那326的话 也是类似的 像326 如果你要用V路函数 我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完成 这一题更复杂 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一班、二班、三班 对不对 我如果希望当我下拉清单的时候 我自动帮我把这边的 就是自动查询这边的一班、二班、三班 自动帮我把对应的资料 复制到这边来 好 比如说呢 我今天假如说是筛选二班 那就找到这一个 那当然 我们不是要你复制 那复制贴过来 好 然后二班又找到了 复制贴过来 没有了 好两个 如果再变成一班 那你不是又再复制贴过来 复制贴过来 每天都复制贴过来 那永远都没贴完一天 好 比如说你如果今天要一整 一整年的报表 一到十二个月 如果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你如果老板你要看 你自己看吧 按一下 自动把 一月份的报表自动带过来 二月份的报表自动带过来 那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那可是要怎么做出来 好 以这一题来看 当然这一题 你如果要用那个VILLE函数查询 应该也是可以 可是问题查完之后 我要怎么把这些资料 自动带到这边来 那我是觉得 以这一题来看 其实反而你用VBA来写 会比较简单 OK 这个要怎么做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我的逻辑 我希望这个下拉清单变动的时候 自动就帮我把要查的资料 后面逼到依然的资料 放到底下这个清单里面 所以326 也许可以试试看看 那我们在还没讲这个后面两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检视与参照 至少反正我们先把VILLE函数 大概先讲一下 然后再来延伸到其他的这个函数 那比如说你这一题 这个请各位待会开启那个 检视与参照这个范例题 并且点选lookup这个工作表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最好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来源就从这边 然后可以点一下 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比如说005好了 自动帮我把这个人的横向资料 跟刚刚那一题有点像 横向资料 帮我自动变到这边 变成纵向资料 自动查过来 OK 也就是如果今天有变动这边 自动在查别人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把这边当成是左边是资料来源 右边是查询界面 OK 如果我今天需要做一个 这边可以变动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到这边的话 那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着先 也许你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第五个单元 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325 326 然后 那个 有时间可以试试 如果没时间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05的那个 检视与参照这个列行 你先打开 先了解一下 就是如何去按照编号做查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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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